老爷子 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Ladies I'm想什么想死你们了 我今儿太走运了 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 不 赵氏一老头被车给撞了 赵氏那小子逃逸了 我怎么办 我路见不平一声后 我该出手只就出手 纷纷纷纷就老头了 哎哎就老头了 哎哎就老头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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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爷子都腾成这样了 唱歌不跑掉 这就是轮椅版的猪坚强啊 叔叔 谢谢 张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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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什么像 雷馆 张铃馆 张铃馆好了啊 那一位老同志 看得真准 我真是雷管 雷锋馆的事我都管 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做人民的好儿子 儿子 哎 我 有你这样的吗 放着亲爹不管跑这聊大天 吃大公鸡 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大公鸡 尾巴倔 娶了媳妇忘了爹 大公鸡 尾巴粗 娶了媳妇忘了姑 大公鸡 尾巴齐 娶了媳妇忘了姨 大公鸡尾巴抖 娶了媳妇忘了狗 你以为 那是我亲爹呀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 我一护工 什么没见过 他做人就不能忘本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他 没有他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没有我 不不不不 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 你当涌泉报 乌鸦繁补 羊羔贵乳 饮水思源 我住长江头 你住长江尾 日日四君不见君 同饮一江水 我们两口子 这位啊 是好人 就是有点二百九 那就二百五 那哪够啊 二百五 你得加三八 再加 啊 够了 我就不是他儿子 你是他姑爷 你是他姑娘 咱俩两口子 长得也不配套 就是啊 瞧您那长相 也太随心所欲了 那也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 就这长相 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 我跟你说 我就不认识他 啊 撞人的 我是救人的 哎呀 不撞人 你怎么会救人呢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你是先撞的人 后救的人 瞎说 我先救的人 后撞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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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的 老爷的 我陆母这木屏 一省后 我该出手 只救出手 疯疯呼呼呼 就老头 嘿嘿 就老头 嘿呀 嘿呀 嘿嘿 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都多大岁数了 您还唱着愤青的歌 唱点美好生活的 这是个美丽的 可爱山村 牛群乱跑 充满放烟 又来来 咿咿咿咿 又来好 咿咿咿 又来咿咿 你别唱了 这一中国老头 你弄一外国牛 瞎叫会什么呀 唱美好生活 我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谁的 谁的 谁的 又该羊叫了 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 唱点村里的声 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发 在这 还是中药好使 老爷子 你还认识我吗 可不能让他送我 他怎么这时候晕呢 老爷子 还不是理气的 老爷子可说了 你可不能走啊 我凭什么走啊 我还替他交了五千块钱押金呢 谁啊 我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爹啊 爹啊 别冲我喊 我昨儿刚买的股票 我这么会儿俩爹听完了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我是救人的 没撞人 你咋会救人呢 我救人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你是先撞了人后救了人 下手我先救的人后救 我也没撞人 正因为你救了人 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正因为我撞了人 所以证明我没救人 没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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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怎么来了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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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得醒醒 老爷子 我们就要赢了 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他刚才醒了 你老唱这一首歌 那爹会行 那都有抗阅性了 你别唱房房了 你唱怨怨了 俺爹是个足球蜜 狗狗狗 累哦累哦累 老爷子 我们就要赢了 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就是发下啥 咱也用不了 你倒不如咱挺家车 往子鸡门里掉啊 没错 咱们的队伍里 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城呐 没关系老爷子 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俗球 从此走出昆景 走向光明 老爷子 可不能让他坐啊 唐 怎么一到这会就晕了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 那爹可说了 你不能走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 我明白了 我倒霉的老门就说话上了 一会不管谁问我 我就反着说 你是撞人的 告诉你我是救人的 你撞人的我救人的 我救人的我救人的 我就反着说 你救人的 我撞人的 你没按规则出牌 我谁都没撞 我就是打酱油打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 我直接发到网上 明天我就写篇文章 标题是 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 可不 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那是 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 绝不是好四季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 标题是 一个披着喜羊羊 羊皮的灰太狼 可不 这英雄原来是 赵志泽 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 标题是 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 还是狼皮的羊 可不 他的毛皮 名字组 赶紧走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 你还吵呢 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 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 我见一哥们在农院里挣扎 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 他就不跟我走 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蒙给扛了出来 刚一出来门口片井就跟我急了 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 你把他扛出来 你把消防备扛出来了 第二天网上全市说那火是我放的 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个好人 那回我们办公室啊 老张丢了五百块钱他不敢回家 我一心软了我就给了他五百 您猜他说什么 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 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这事传到 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 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 先下手为强 他真敢偷钱 免得敢偷人 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 从那以后我再回家 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 我天天睡地毯 老爷子 咱们老百姓啊 哦嘿 真也真高兴 哦嘿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哦嘿 真也真老爷子 该享受生活了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 生活越来越好 假期长了收入高了 生活越来越好 只怕那日头 偶落的西山高 帮你请个好 我真的还想再过五百年 老爷子唱的不是个 是寂寞 老爷子 你还认识我吗 你可不能让他搜我 他 你咋也原谅啊 我不是你 可不能让他搜我 哎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他 杀你救命恩人哪 老爷子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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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人了 我的文章有了 就叫 什么批都母批 他也是喜羊羊 恐怖 我的英雄 我做主 英雄啊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别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不 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千万别推我 我们家住十八楼啊 老爷子 您多保重啊 我得走了 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我走 站住 这是你的一万块钱 我 我就交了五千 剩下来 剩下来是俺全家 谢谢你了 我不 不用了 老爷子 正等着 钱花的 你们一块花了吧 我 我不在乎天 我 我真不在乎 哦对了 别的不要 你可真是个霍雷锋啊 你可真是个霍雷锋啊 老爷子 我哪敢跟雷锋比啊 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 以后 你们就叫我雷仁吧 他是傻任 他是傻任 傻任 好人 有劝劝 那一人 那一人 朋友们 我看你